我是吳季星 我們現在是在台灣勞工會議室 這邊來做香港緩送中革命 2019年做一些革命的比較 我們這邊也是台灣人民共和國工作室 我們當然是最注意今天香港 今天已經9月2日 香港中文大學還有香港的中學都有舉行全面的罷課行動 用來支援香港緩送中革命 香港緩送中革命非常特別 因為它持續時間非常長 而且算是市民革命 因為它沒有用什麼香港出政權 毛澤東式的想法 所以它純粹是一種市民革命 能夠動用的就是最簡單的一些工具 比如說免照或者丟汽油彈 最多到丟汽油彈 丟石頭 然後做一些接壘 接壘運動 跟華國的學生運動 跟華國的學生運動 搞法差不多 就是在街上建立一些障礙物 讓警察沒有辦法攻擊他們 在香港緩送中革命 幾乎在城市革命上面 幾乎是非常非常的新鮮 但是我們跟1989年 中國六四革命 是不太一樣 六四革命是持續時間久 而且幾乎沒有間隔 持續時間非常久 香港緩送中革命 是假日革命 就是我禮拜六禮拜天 或禮拜五晚上 我跟妳對打 來進行街頭革命 然後來要求香港政府 必須要做一些讓步 但是香港政府做讓步非常有限 因為北京的態度非常強硬 把香港緩送中革命定義成暴力 就是暴力跟恐怖分子 所以它定義的方式也是非常特別 我們當然比較一下 就是台灣228革命1947年 它基本上還是反法西式一貫律場 就是說中國來的國軍對台灣的物質 還有社會秩序法律 進行全面性破壞 而且分配不公 這一個失焉問題 就引起了228革命 就是錢的問題 小老百姓沒有辦法過日子 香港緩送中革命 當然是背後的經濟社會問題也是有 就是中國大量的有錢人 還有中國大資本進入香港 香港的小市民 要翻證機會是非常難 雖然他們表面上薪水賺的高 但是香港人 很多的公共設施還有用處都不夠 被新的移民擠壓 然後錢上面也是很難賺 也很難買房子 所以這方面問題是非常嚴重 跟台灣228革命在反中國上面 就是說你中國派那麼多人 然後派那麼多重要職位都是你的 然後香港人跟台灣人都分不到好處 所以他們說香港緩送中革命 有社會經濟的因素 但是台灣228革命相對而言 更激烈拿著香港的對幹 幾乎罷工 幾乎都有 還有佔領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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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送中革命,亂打市民跟學生 香港警察亂打市民跟學生 台湾28革命是親鄉 哇,那個坦克車什麼機關槍都開出來 亂掃射,所以台湾28革命的激烈程度 超過香港反送中革命 因為社會經濟條件差更多 然後上海424革命 就是我們講說反法修士立場是一樣的 就1927年,社會革命 就是講這個時候用黑幫 香港這次反送中革命也是有用流氓 或是警察來扮演流氓 或是找流氓來打市民 所以有白衣人打黑衣人的事情 上海424革命是直接用黑幫 把勞工運動理秀給抓起來 活買殺掉活買 所以上海424革命是更悲慘 就是流氓跟軍隊 對共產黨的進步工人進行逮捕 還有殺戮 這是上海424革命1927年的後果 所以反法修士一貫的立場 就是說這三革命 共同特色就是反法修士 就是反對獨裁政權 物質、金錢、資本 全部要控制住 都不分給其他的勞工大眾 在香港反送中革命 這是非常特別的地方 他有資本家介入 像蘋果老闆 蘋果日報老闆 他就積極介入 這是非常少 像台灣二八革命 也有有錢人介入 後來就跑到有地主參加 後來就跑到日本去 有些人是參加 不是說二八革命都是窮人幹 但是窮人是多 因為台灣當時的社會 政治社會經濟不景氣 窮人是一大堆 香港反送中革命的背景 也是中美貿易大戰 所以香港作為一個敏感地帶 當然是對下階層的人 他們也會感受很強烈 這是我們對他們現在的批判 但香港反送中革命的後果會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很難以看到 但香港的資本大 而且跟歐美的資本主義有類似性 所以香港的股市 香港的股市就跟美國股市 跑的方向一樣嘛 所以香港它的命運 就是說它在資本主義下面存活 它還是可以存活 因為它的資本夠大 但是它的人民可能要受兩邊資本家共同剝削 所以香港人的反應為什麼會那麼強烈 我們想是對的 我們想是對的 就是說他們真的是兩面都不討好 中國也不願意給他們多少的好處 美國或其他國家也不會有多少好處 唯一有好處就是資本家有好處 希望要社會秩序穩定 只要你不動盪 不要有動盪 香港資本家基本上他們會支持 所以就跟上海四二四革命一樣嘛 美國資本家會支持蔣介石 甚至連蘇聯、史達林他們也支持 這是理由很簡單嘛 就是蔣介石有辦法控制軍隊嘛 所以香港反送中革命的後果 跟上海四二四革命後果可能會是一樣 因為人民解放軍還有香港警察能夠控制香港的情勢嘛 但資本家一定會支持這樣子 只是說手段上面不可以太殘忍 所以他們香港的警察或者是人民解放軍 不敢直接殺進香港嘛 這會怕引起香港資本家會跑光光嘛 所以這跟上海四二四又沒有辦法比擬 我們當然是非常敬佩香港人 在生死之中衝出一條路 那我們也非常敬佩他們 這樣做已經非常非常難 因為他們要去搞兩幅秋收暴動 跟毛澤東或者是怎樣一樣 他們沒有那個腹地 而且現在中國要搞革命鬥爭是很難的 不管是新疆搞革命或西藏搞革命 都有實際上的困難 跟1947年或1927年 都沒有辦法同日而語 所以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強大 日本集中的中國 跟以前的等級時時代的中國 是不一樣的 我是吳季欣 我們很榮幸 能夠稍微做一下簡單的論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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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谢谢大家